都快哭了 都是回憶 都沒賺錢了 七年賠我一千萬 所以 謝謝之前的球隊 你們贊助我就等於平常贊助 恭喜 一個結束就是另外一個開始 這就是 曾經來過的 的一些同伴 這是那個 物理治療師啊 退學的 美國退學的 他們老闆 是我女兒 身高你看 更高越來越高 然後這是我們 文歌 長期支持我們的 文童 這是最賽的主題 然後王道嘛 然後 騎豪嘛 那應該是 曾經方嗎 應該是我們風歌啦 娃娃 這些娃娃都是我們之前 我之前 我之前還在 國外的時候 那時候都有 好像一年多 有一些什麼那個 玩偶日嘛 對 我就之前這種 那個國外帶回來 不用懷念 也不用支持我們 XX要收了 滿滿的回憶 你看 七年 七年我們在這邊 做了很多傻事 帶球員 然後 帶小哥 當然 一個結束 就是另外一個開始 這樣我們跑學校 我們 時間應該會更多一點點 可以 把效應做得更大一點 我來師伯生 快三年了 我們呢 心理上 一直祈禱 就是不要關 期待的不要發生 結果呢 還是一樣 在今天 算是最後一天 也是要結束了 郭宏志 你要 要加油 開這一間健身房 基本上 可以讓很多人 得到身體健康 並且精神又活躍 居然你要把它收掉 我們非常的不捨 我們在這裡 要說的感言 就是只有一個字 XX 郭宏志 你居然要把它關掉 讓我們運動的地方 真的是要重新找 要找到像你一樣 像你這一種的健身房 我看也很難了 所以說呢 我們會對你 永遠的懷念跟記憶 那雖然這兩年 就只有繳費費 工作比較忙 比較少來 可是一直會覺得 是一個很溫馨的地方 那現在老闆 有新的事業 然後要輔助基層 我祝福他能夠多培育 像一流的 像老闆上一流的職業礦牛選手 應該從2016年一直到現在 中間都沒有尖轉過 我很喜歡這邊的環境 這種風格我非常喜歡 非常感謝小郭還有老闆娘 很少看到老闆老闆娘 這麼親切的 就是很像朋友這樣子 就沒有 而且他們這邊非常的 我覺得沒有那種商業化的氣息 也沒有什麼強迫推銷 跟一般的健身房不一樣 就是一直要推銷你什麼 推銷你課程 這邊完全沒有 你在這邊運動非常的自在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只能說真的很可惜 希望很快很快 然後他們可以找到很棒的地方 然後讓我們繼續在運動 謝謝 因為一開始很簡單 其實想要把 國外的一些 訓練觀念帶回來 讓大家不用 要花費那麼多去到國外做訓練 所以其實我們也帶動 蠻多的運動風氣 大家其實現在有蠻多訓練場地 都會有那種大潮壁 但其實我們那時候 剛做的時候 只有我們有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也 變相的把這個 專項運動的一些 概念帶起來 然後現在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人學習 然後 有很多人越來越厲害 所以其實我們也 也不斷的在 在學習 就以後還是會跟 對這個專項 訓練有興趣的 教練啊 還是一些場館 跟他們做一些交流 合作 然後希望是可以 幫助更多人 不要只有練體格而已 好吧 我們希望 跟我們一樣有興趣 做專項運動的一些選手 做專項運動的一些選手 他們在退役的時候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然後可以幫助更多人 這是我們成立師博生 運動會館的 一開始的宗旨 但接下來我們會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會 做比較不一樣的模式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就是跑學校 跑基層 跑偏鄉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往那個 方向走 所以要記得支持我們 工資運動發展協會 好不好 如果我們需要一些 人力資源的時候 如果你是教練 或對這個有興趣的 歡迎你來加入我們 那我們在台灣 可以跑到200間學校 我們現在大概才只堅持 所以還有一段路要走 在台灣方面